张马兰特、起源齐拉蒂娜与达克莱伊 要么是PP主流 要么是PVE不可或缺的顶级战力 三者竟同步在不给糖就捣蛋的十月份 复刻回归 超级头目的部分 更有实用性不菲的超级火焰机 以及本季才逆袭的幽灵系老三 超级诅咒娃归来 面对以上各大颇具吸引力的团战头目时 训练师们该怎么安排优先入手顺序 以及分配有限的团战入场卷才合理 讨伐不同的头目又该准备怎么样的阵容去做克制 每只传说和超级形态的定位与使用价值又如何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JChannel是足之 终上所述有关十月全团战头目的攻略指南与须知重点 在经过整理后将于影片中逐一解析 顺序划分为五大部分来细说 第一至第三部分 由先分享立场更新的三大波传说 与超级头目的具体定位和使用价值 及其对应团战攻略指南 第四部分是现周末六日举行的暗影年帝传说团战 最后第五部分 再以十月全头目的优先入手顺序 入场卷分配建议以及各种补充资讯等做收尾 喜欢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忙订阅按赞和分享 感谢频道会员 想与主持或其他训练师做即时交流 这可移步进入DC交流群 另外主持的Tracks也已正式开通 记得前往追随下哦 那么话不多说 正片马上开始 GoGo 十月份的首波团战头目变动 发生在四日至四日间 传说头目战马然特不仅首次开放闪光版本 其使用价值的部分也不容小觑 PVP大十联盟的主流以78.8的评分占据72位 PVE缺乏格斗系小招 没法当成真正的格斗系输出手 但拥有双肛或二系招时倒也可以加减用 作为纯格斗系的传说头目 其弱点包含妖精、飞行和超能力系 入手CP无加乘20级介于2100-2188 银天25级可达2625-2735 最佳出战或克制选择 请优先准备一只超级原始或合体形态 如超级列空座、拉蒂欧斯、扑蒂 而后再补上安影形态的超梦、凤王、火焰机 又或普通形态的超梦、列空座、卡布叠叠 同期间归来的超级头目火焰机 勉强适用于超级高级联盟 超级进化后乃是火系第二与格斗系第五的输出手 火与格斗系结合的属性带来了飞行、地面、超能力和水系的四大弱点 超级团战胜出后遭遇的前置形态火焰机 其入手CP在每加成下为1550-162期间 阴天或晴天最低1938、最高2034 可知阵容的部分应优先选择超级列空座或原始固拉多、盖欧卡等 安影形态主推盖欧卡、固拉多、爆飞龙 普通形态有列空座、盖欧卡、固拉多 来到14日至28日迎来第二波的团战头目更新 传说头目起源奇拉蒂娜适用于超级高级联盟 最亮眼的表现在大四联盟 座拥87.8的评分排在24名 盗管或团体战中除了是中等的龙系输出手 同时还是当下非超级形态的幽灵系霸主 全幽灵系第四 头目的属性是幽灵和龙系 弱点分别有恶、龙、妖精、幽灵和兵系 入手CP无加成可以注意最高是2105 起舞或强风则最高达2631 首推超级烈空座、班吉拉斯、暴飞龙等作为主要出战选择 过后可以再补上暗影形态的班吉拉斯、快龙、马扭拉 又或是普通形态的起源帕路奇亚、起源地亚路卡、烈空座等 超级头目的龙魂眼勉强适用于超级联盟仅此而已 超级进化后就是个笑话 纯开吐剑用 2系与幽灵系的属性结合只带来了妖精系一项弱点 龙魂眼的入手CP介于789至843 起舞顶多增幅至最低986 最高1054 推荐出战的超级原始或合体形态宝可梦 有超级烈空座、沙奈朵、原始固拉多 暗影形态是沙奈朵、布鲁黄、暴飞龙 普通形态则是卡普明明、卡普迪迭和卡普某某等 第三波的团战头目更新落在28日至4日间 此时传说头目达克莱伊的PVP表现并不佳 只有在大十两盟中勉强达到适用评分 PVE则是全二系排行第11名的输出手 弱点方面被虫、妖精和格斗系所单克制 入手CP在2048至2136间 起舞加成则可达2560至2671 最有效克制的超级形态是沙拉克罗斯、烈空座、凯罗斯 暗影形态可以选择修剑老将、怪力或铁掌历史 普通形态推荐戴拉基翁、凯路迪欧或卡普某某 同步归来的超级头目诅咒娃娃只适合高级联盟 PVE得到超级进化的加成后 外加集聚一堂技的团战机制大更新 立马融升为全幽灵系第三的输出手 纯幽灵系的属性附带二系和幽灵系两相弱点 而诅咒娃娃的入手CP最高为1313 起舞则达到最高1642 出战阵容的组成因以超级班吉拉斯、黑鲁加、霍雷空座起一为主 紧接着在补上暗影形态的班吉拉斯、黑鲁加、雷公 优惑是普通形态的起源奇拉蒂娜、班吉拉斯、吃焰咆哮虎等即可 继续进入到第四部分 先周末六日举行的暗影炎帝团战须之方面 暗影炎帝适用于超级高级联盟 但比较可靠的表现是在大四联盟 以77点的评分排行101名 普通版本实力更加排在91位 PVE属于全火系第七的输出手 用于PP的大四联盟可以考虑进化 纯PVE居多的话建议维持暗影形态就好 作为头目其弱点有地面、岩石和水系 另由于暗影团战的宝底IP是666 所以暗影炎帝的普抓CP最低为1834 最高1984 晴天则是2293-2480间 最佳的克制阵容 可以优先准备原始固拉多、盖乌卡或超级巨爪怪 而后再搭配暗影形态的盖乌卡、固拉多、巨爪怪 或普通形态的固拉多、盖乌卡、零售土地云等 另外12日当天还有超级团战热 但由于相关头目方面还未确定 所以对应团战的攻略指南将留待官方发布公告后 再临座补充 最后聊聊第五部分 12月全头目的优先入手顺序 入场券分配建议以及补充资讯吧 稍微先提醒小伙伴们 由于超级团战的主要目的是弄超级能量 绝对不是凭IV哈 所以个人建议超级团战的部分 一律只需用美热的免费券去打个述场 能到足够解锁首次超级进化的能量即可收工 火焰机首次超级进化需200点超级能量 龚文眼和诅咒娃娃均是100点 注意以上三大超级头目都不会被列入 稍后的入手顺序和入场券分配考量中 了解完以上四项 我们马上就能进入正体 看看训练师们在藏马兰特 起源奇拉蒂娜、达克莱伊 甚至是暗影炎帝的传说团战中 到底该怎么分配入场券 以及决定优先入手顺序 才是效益最佳的呢 首先单论纯PP的部分 优先推荐入手的 必然是大斯莱蒙表现最亮眼 并排在24名的起源奇拉蒂娜 接下来是同为大斯莱蒙主流选择之一 但略逊一筹排在72位的藏马兰特 至于暗影炎帝和达克莱伊 两者虽在大斯莱蒙中也达试用评分 不过要真拍上场去实战的机会 其实少之又少 故此只需加减拼就好 而存以PVE为主的话 实推先把重点放在全幽灵系第四的输出手 起源奇拉蒂娜的身上优先 再来才是全火系第七的暗影炎帝 紧随其后的有全二系第十一的达克莱伊 不过正常来说各位应该是不缺火系和恶系的输出手才对 毕竟我们也有表现更好的超级火焰机 喷火龙又或是超级班杰拉斯 黑鲁加等等的 反正有缺的就自己拼一拼 没缺的那就把团战入场券省下来 或是投入给起源奇拉蒂娜吧 因缺乏格斗系小招 没法当成纯格斗系输出手来用 只能加减当二或刚系输出手的藏马兰特 只能垫底 想要拼全新闪光版本的话 另当别论 PP和PVE双向都有接触 其实也挺好抉择的 以综合表现来评估 大斯莱蒙排行24名 同时PVE中更是顶级游灵系输出手的 起源奇拉蒂娜必为首选 而且各位可别忘了 无论是起源或别种形态的奇拉蒂娜 升级所需的糖果消耗都是共享的 况且别种形态在PP的表现更优异 高级第七大师第十三 所以若先前有不错的别种形态 但碍于没糖果去强化 并投入在对战联盟使用的话 那不妨也趁此机会 农糖果和大糖吧 大师联盟中 随列逊一筹只排行72名 且PVE勉强可用作 刚或是输出手的藏马兰特 紧随其后 最后才轮到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暗影炎蒂和达克莱伊 说实话 其实藏马兰特 达克莱伊 以及暗影炎蒂的综合表现 都是不分伯仲的 只不过额外考虑到 藏马兰特的回归次数和稀有度 所以个人会把他的优先入手 顺序度再拉高一丢丢 况且人家这次 还是首次开放闪光版本呢 所以这顺序没毛病吧 文心提醒 团战入场券的分配 有所自有代表着有多至少 比如PP为主的首选 起源奇拉蒂娜 一定要准备和投入最多的团战入场券 藏马兰特因稍显逊色 所以投入和消耗的入场券 可比起源奇拉蒂娜少一丢丢 后续的达克莱伊 暗影炎蒂就见仁见智咯 若您是中科玩家 那就不用选 而是全都要 否则要做取舍的话 建议只需使用没人免费的券 佛西达即可 以此类推 至此 有关舌月全团战头目的攻略重点资讯 也就正式 分享完毕啦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十一份的各大团战头目 虽称不上如顾盖那般的一方大主来得强大 但各自在PP或PVE中也有着不容小区的实力和地位 尤其像是起源鬼龙或超级火焰机等的这种万金油角色 更是新手或老手都必须去补全的优秀战力 况且许久未见的藏马兰特还推出全新闪光版本 而超级组织的娃娃的使用价值也大幅度的提高了 只能说这个舍月是真的香啊 接着给大家附上舍月全团战头目的攻略指南 入手顺序以及入场券分配重点一栏图吧 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或前往DC交流群下载一刻 好了 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各位在全新的舍月份里面最想拼的是哪支团战头目呢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一起讨论呀 影片做的言论经过参考并不能作为特定标准 那我们接下来再见咯 拜拜